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蛇童口袋名單 今天到哪裡了 花蓮 蠻遠的 好遠喔 我們進的都不吃耶 什麼桃園啊 平主都還沒吃 然後我們就跑到什麼台南 然後花蓮 而且我們今天收集的口袋名單 也算是我們自己有吃過 然後網友也有大推進 而且抬頭都非常想亮 什麼地表最強啊 什麼花蓮必吃啊 第一名啊 都是 超超屌的 這一集我超期待的 真的 因為每個都是有一個很某的抬頭 花蓮之最 第一家就是花蓮最有名的法式甜點 就是很早就把法式甜點引進花蓮的人 而且他聽說他們家的價錢 算相對親民 以法式甜點來講雙親民 我們就來吃看看多親民 GO 我現在吃這個馬斯洛三角魚 看一下他裡面的那個橙汁 還有東西藏在金字塔裡面 它不是很快可以融化的 它是屬於很軟嫩的乳酪 所以它主要是乳酪蛋糕 對 它是乳酪蛋糕 剛剛入口完全不會覺得有什麼太甜 或太重的負擔 我覺得是非常吃品的 甜味掌握非常準確 所以它百香果的味道 才可以發揮什麼好 我喜歡 那裡面 你說裡面是什麼 裡面比較黃的就是百香果 你看 最底層它比較黃 對 所以它是有點像百香果慕斯 對 然後它中間這一層比較白 就是乳酪蛋糕 嗯 你吃到百香果慕斯的那個時候 百香果味道會一直被釋放出來 嗯 但我就是知道它是其實些 一個厲害的甜點 是它把一些裡面和概念濃入它的甜點 對 馬斯洛我猜啊 應該就是需求精緻塔理文 喔 有多心理學應該都知道 人有五個層次需求 所以我相信它裡面應該會有包含 五個層次 就餅乾丁 然後可能還有 剛剛那個些 百香果慕斯 嗯 然後還有起司 然後 達克瓦茲 所以它其實有設定這個五個層次 對應該有 最上面應該是那個 酒釀櫻桃和菌果 那應該就最終的自我實現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難喔 這破解甜點 喔喔喔喔 我現在打電話給老闆 喔喔喔 哇這聲音 這聲音有聽到 上面場的應該是鹽之花吧 喔喔 嗯 它結合是第一個 我們熟知聖多諾黑的這種 上面有裹焦糖的這個做法 但我覺得它泡谷皮本身 又跟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日式泡谷的泡谷皮又比較小 它的皮的存在感是很多的 它那個焦糖是我目前吃到過 最紅的我心目中期待的焦糖 它完全全味被壓到很低 它釋放的是苦味 然後那個苦味到最後 你可能會覺得冷靜太重 鹽之花的介入 就剛好讓焦糖的苦淡下去 它的層次就異味這樣出來 而且它裡面的內餡是非常的滑順 剛好跟它上面那根焦糖 兩個焦糖的結合是恰到好處 它那個餡 剛好你說焦糖的那個苦 很耐吃耶 這是我第一次吃閃電泡 吃了之後 我有感受到為什麼說 閃電泡不會吃的速度如閃電那樣 因為它的殼跟內餡 整個到嘴巴是一起化掉的 但是它又有焦糖 又有增添一個脆度 一個口感 好 我們剛剛 傑森 就是剛才他不是釣出發什麼 馬斯洛什麼 對 那是真的嗎 是真的 太厲害了 大家不要再說不要再罵你 是不是 那我們第一站 華蓮最有名的法式點點 如何 9分 那個泡芙升得我心 8.5分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醉醉醉醉醉 所以我先留一點 選念 那我自己8.8分 8.8分 對 我也是留一點懸念 這是沒的基底 好 來到第二家 這個抬頭很強 這個抬頭又是什麼 號稱 花蓮地表最強蛋黃酥 那那個簡介上面寫 老闆不正 然後服證 真的不正嗎 好可怕 很沒信心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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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了臭豆腐獵人 本身也是蛋黃酥獵人 然後剛才老闆很客氣 就是他一定要叫我吃這個鋼酥爐的 真的是拿起來是很脆 而且還包有一點溫度 嗯 它吃下去那種酥脆的程度其實是比我們更多 我之前吃的有些蛋黃酥來的更明顯 就是它的那個最外層那個酥 但最讓我驚豔的是 你吃下去之後其實烏豆沙它比較溫潤的那個口感 就是比較特殊的甜味的烏豆沙 的時候那個蛋黃的鹹味是很鹹的 鹹味就是把整個烏豆沙的味道 然後它的整個酥皮就是去做融合 然後甚至把它們的味道再提升 我覺得那個蛋黃本身的存在感是很強烈的 那個鹹味讓我很喜歡 那地表最強蛋黃酥是你自己取的嗎 我平常是客人取的 然後它還取好後就放在那個網路上 大概三四年前取的 然後大家就來 就說我要買地表最強蛋黃酥 但是它是寫花蓮地表 不是這世界地表 喔花蓮地表 然後我們就希望有天可以稱為全世界的地表 那老闆娘不正甜點很正是 那你最想的嗎 那就是因為是歪歪歪 對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本來就不是靠美貌取的 我也是 好可以講 我也是 不會不會我覺得真的蠻好吃 我們大家妹妹可以給你照 對我都已經吃了我還能怎麼樣 好看這邊 等一下 怎麼了 太可愛 太子什麼太子 你要打廣告啊 打廣告 去台灣吃看看好不好 這一家必來吃看看 然後我要9.2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 不喜歡甜 很難得啦 我喜歡鹹的 但是我相信有些人是喜歡甜的 無豆沙的蛋黃酥 對那這個口感你就要去斟酌 對沒錯 雖然我給8.5 但是我已經買了半熟 一定是我的 看你們覺得肉粿會浪這樣熄來 對 我覺得我被肉粿打到了 哇 哇這個 這是招牌啊 這是雪山肉粿捲啊 這是雪山啊 這已經是那個什麼玉山了吧 哇 那感覺吃一個可以比平常 兩三個肉粿捲 對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裡面 哇 它裡面是有勁道 很濕潤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一些可能乳酪醬 嗯 我覺得它一個很大的測試 如果一般是有肉粿捲不一樣 它雖然大 可是它的大的這個關係 可能是外面瘦的比較多 外面那一圈是酥的 吃起來很像餅乾 那時候裡面的時候 它就很軟 很像那種泡過很多 你說淡奶液的那種法式吐司的口感 這個肉粿它一定是有用西蘭肉粿 它就是有花香跟蜜香 而且口味非常溫和的那種肉粿捲 那我們現在要試的是它的新品 檸檬丝糠 我們播出之後就可以點了 老闆也是這樣說的啦 不知道他會不會騙我 哈哈哈哈 我們就來看看 因為檸檬在丝糠好像蠻特別 沒有遇見過 對 比較特別比較少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外表上面 就是鮮奶 可能是打發的鮮奶油 然後再加上檸檬淋乳 這個丝糠外脆內酥鬆 它裡面其實是沒有什麼麵包的那種 Q度跟組織感 這個檸檬的搭配 你如果第一個品嘗到的是 就是檸檬淋乳的酸氣 後面那個鮮奶油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會去緩和那個酸勁 反而那個鮮奶油跟檸檬淋乳 它會帶給就是 吃糠更多的層次 總體我是給8.5分 那個肉粿8分 吃糠9分 但我覺得如果你對 肉粿捲的期待是比較辛辣的 我覺得來到這邊呢 你可以試試看他們家的吃糠 因為我覺得它吃糠搭配那個檸檬淋乳 真的是有別的一番滋味這樣子 8分 我吃過的肉粿捲真的不多啦 想要給自己多點期待 大概8.5分 因為它的形式確實是 我第一次吃到的肉粿捲 外酥內軟 然後我覺得西蘭肉粿 因為它價格又比一般的 越南 價格會可能10倍吧 然後它的用量 蠻多 對 然後這個CP值那麼大一顆 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真的是蠻可送的 而且它可送上面有個笑臉耶 你看看 今天我們在排隊 今天禮拜五平日 天啊 我們是有先預定 那如果你沒有預定 或是買 要散買 散買的話就要排隊 你看人家有單賣機 我就說他給我買單賣機 又不給人家賣 怎麼夢 千層一定要單賣機 對啊 沒有單賣機太多 我們是16層和12層 我們都會用季節的水果 來搭配我們的餐廳 好舒壓喔 用了以後你就會買 對 一定是 它這個現場限購三個 一個人三個 因為草莓竟然剛開始 還沒有很穩定的工作 然後用到草莓香味 好 這個可送 我覺得它就完美符合我的期待 就是酥脆的外皮 然後裡面蜂巢裝的內裡 代表這個包油包酥就做得很不錯 那裡面還是可以吃得到這個麵粉的香氣 那重點是我覺得它整個甜度 你會覺得說它的卡士達 拿撒了這麼多糖粉會不會很甜 根本不會 甜度大概就是飲料的三分甜而已 比較偏酸的草莓 搭配上這個卡士達 我覺得它就是會把兩個的味道 同時就是在拉抬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聽著的聲音 很酥脆啊 怎麼樣 火過來了 這我可以 這我可以 不甜嗎 我喜歡這個甜度 可以檸檬非常的鮮香 那那個 檸檬糖霜 檸檬糖霜跟檸檬皮 但我覺得它裡面還是保留著 有點麵包的嚼勁跟Q度 就是還蠻 對 因為它其實是已經蜂巢狀的很徹底了 但它裡面吃得到麵粉那個嚼勁 其實是蠻特別的 它好吃耶 就是烤得剛剛好 就是本人生是製作可頌的不易之處 而且我覺得它們種類很多 就是只有我們可頌之外 其實它們還有很多單賣麵包那種 千層的變形 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 那我給9.5分 就這樣 9.4 好好好 我9分 建議真的是要先預定 對 因為排隊的人真的蠻可怕的 對 因為你如果排隊心情不好 還是怎樣 你可能就會影響到你吃的東西 感受 所以建議預定 現在這一家 是我每次來花蓮 白嫂都一定要外帶回去的伴手 但是它的店名 哪懂都不可知啊 不是因為它紅語蛋糕專賣店 你看它的LOGO 是不是紅語啊 紅語 你對人家的店名 不是 我覺得很可愛 你自己還不是給兩個 對啊 可是你以為它紅語啊 其實這一家很特別 因為它裡面就是沒有裝潢 那其實就只有冰箱 那其實說要把裝潢的錢 回歸在就是商品本身 職財相這樣 對 這一款是白嫂每次來必帶的 你說7寸多少錢啊 300 7寸300 除以8 這樣35塊左右 真的很便宜 這要賺什麼啦 我覺得它就是很樸實的一個巧克力派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很純的巧克力 就是你平常愛吃那種 一塊一塊那種生巧克力的人啊 我覺得這個就會很符合你的口味 因為它確實在巧克力內餡裡面 就很像在吃整個巧克力 我覺得它用的純度可能是蠻高的 把它填進去 甜度沒有那麼高的派皮上面 就多給這個 生巧克力一個層次 那本身也不會太甜 就是很像在吃整塊巧克力的感覺 它可能沒有加太多的乳酪或者是鮮奶油 很純粹 我現在吃到派皮 這鹹的耶 有點像仙層酥的那種感覺 這個 什麼意思 這樣一塊大概 35塊 35 不可能 買爆啦 這還要講 這巧克力真的很純 很純 這用料滿實在 真的是 樸實無華 我覺得這個CP值真的高到一個極致 給分給分 9.3 9.3 因為它的巧克力塔皮啊 底部是很酥的 我自己私心比較喜歡有口感 就是再硬一點 再脆一點點 它是整個鬆開來 它整個嗚嗚這樣鬆開 如果沒拿吻它就掉下來 對 但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有口感 所以我給 就連上 升巧克力飯我也是8分 我也是給8分 價錢對我來說不是唯一考量很嚴肅 就是我在吃的時候 我還是會希望說它 可以再多一點東西 對對對 可能像我們在 有時候在分享教程的時候 多一些堅果什麼 這樣價錢拉高 我覺得自然把那個層次做出來 但我覺得如果是單純 以喜歡吃巧克力來說 這個已經很足夠了 對 我的評分是會考慮下去CP值 對對對 接下來這一家 為什麼要選這一家呢 對 因為網友說這是 最好吃的日式甜點 又是最好吃 我們今天有沒有說最好吃 老闆聽說是去日本學藝的 我不確定啦 聽說很道地就對了 來自京都伊寶堂的貝茶茶葉 從不下去就很香 他還附上一個沙肉 讓你濟濕 讓你濟濕 那我們第一個要吃的是 來自豆茶料的 鹽味奶油銅鑼燒 是網友熱烈推薦的 Oh my god 你看看 居然是奶油 居然是在這邊 喔 夾一塊奶油 那我要沾奶油 好 嗯 我覺得它皮很濕 這個銅鑼燒品本身 香氣很足夠 然後那種甜味是蠻優雅的 豆沙本身它是還帶有一點皮 嗯 所以是還蠻有口感的 然後再搭配上奶油 有一點鹽味 我覺得整體是還蠻不錯的 那個皮啊跟內餡啊 其實都是分數很高的 銅鑼燒 啊但是銅鑼燒 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難去講出太 高深了吧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 比較少接觸到的領域了 就是上升果汁 這個河果子裡面 就是很高級的品種 這個是手球 真的很漂亮 但是吃之前 其實應該有七米粉的 喔對 我有 我本來就知道 因為一顆一百八 對啊 要小心切啊 這種果子類型 就是用白鳳豆去做的豆沙 所以吃起來應該會 跟我想的差不多 好啦來喔 但它就是要這樣子 像馬卡龍一樣 一口一口也好嗎 哇 這種口感就是像是 你在吃中式月餅的時候 的那種白豆沙 嗯 然後它會再 細到你去 它是最細最細那種 可是還是讓你有感覺 就是拍這個系列 我越來越佩服 Galako 它的舌頭 跟我這種舌頭 是落差很大 你有沒有感受到嗎 我感受到的變化 沒有你那麼豐 應該對我來說就是 它是一個藝品 對對 視覺會勝過於吃的食感 河果子這種東西 像我們吃的那個手球 其實是視覺上的點 讓它衝擊 一個極致的工藝 我覺得它是應該 好好坐下來 慢慢吃跟柴一點 對對 但我們時間有點趕 不過如果自己 這個綜合體驗的話 我是8點5分啊 大概8點7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店整個氛圍 對 我們途中也收集到 很多人秘密的小店 就是店家秘 店員秘密的小店 對我們之後 還會再繼續拍 對對 收視好的話 我們再來做第二集 好 沒問題問題 好好好 拜拜 下次再見囉 拜拜 現在我們來到 玉里臭豆腐 美食列人中又出動 因為臭豆腐特質 對 這裡被譽為 全台灣最好吃的臭豆腐 好恐怖 我壓力好大 你這樣瘋我的嘴 是不是 好吃耶 我覺得它的酥 跟我們之前吃的那個 台南人下流 是不是不一樣了 但是有點像是 炸雞皮那種酥感 然後它裡面也是那種 沒有炸透那種 滷豆腐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很像一盤菜 一個料理 它完整度很高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臭豆腐 那種感覺 對 如果要以這個網友說 台灣只是這兩家臭豆腐 一個是台南的夏令 一個是花蓮玉林的 蕭豆臭豆腐 如果是要我來選 我告訴你 這個對我來說是 不分宣制 就跟它一樣 就跟爸爸媽媽一樣 對 你選夏令 我選夏令 這個就是愛爸爸 對 比他媽媽 我們在家裡 有種類似的 你